第三步 肋转太极行八卦 左脚旁开一大步 双手以肚脐为圆心 向左、向上、向右、向下画圈 中指指尖相对 但不相接 越转越大 由抱小球 慢慢变成抱大球 双掌滑圈 越画越大 高过头顶 顺转太极 次数不限 随其自然 转大以后慢慢分开 由太极转成两仪 以圣脉为阴阳鱼之中央线 从中间通过 走的是太极图的形式 次数不限 随其自然 然后下来 左手一拨 右手向前 上来 下来 右手向后 右手向后 左手上前 上来 下去 向后 再向左 左手一拨 右手往前推 转身向右 好 这是一挂 上来 上来是第二挂 下去是第三挂 往后是第四挂 转身向右 左手一拨 左手一推 第五挂 上来第六 下来第七 手向后 第八挂 前后分八个动作 左边四个 右边四个 一共八个挂 八挂分八方 人身也分八方 头为一方 身为二方 前后为两方 手脚分四方 两手分两个斜方 两脚分两个斜方 所以人身分八方 一举一动 这个动作越慢越好 就像在一个大球里头转动 冬天慢慢念 就不会感到冷 只要把这个动作学标准 学好以后 怎么念都可以 念长寿功 心一定要放宽 身心要自然 就像一个小孩子 悠悠荡荡 就好像玩儿一样 人体虽小 暗和天地 天有日月星 人有精气神 地有山脉河流 人有经落雪脉 宇宇宙 宇宙万物 无不在阴阳八卦之中 道德经讲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这一集就是效法自然 仿效 太极 八卦的运行 引导人体内部的元气 循环转动 左行旋转推动阳气 右行旋转推动阴气 通过不断地调整体内的阴阳二气 使心火之气和圣水之气 互相充盈 达到阴阳平衡 阴阳合一了 身体自然就充满生机 身体就会健康 好 这又收回到两仪 再转回太极 圆圈由大变小 越转越小 好 收回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